大批警力供進水房出動破壞器材 破門闖入嫌犯房間 嫌犯被帶11連狀況外還躺在床上 看到被警方給團團包圍 知道這下逃不了了 只好乖乖就有犯 中打警方發現涉嫌洗錢的犯罪組織 在報警新北檢察官指揮偵辦後 跟新北以及桃園警方 組成了專案小組展開調查 紅信嫌犯招募了人頭成立人頭公司 再結合犯信嫌犯所提供的人頭帳戶 在經由層層的人頭戶轉帳之後 由旗下的車手至ATM或者是林貴取款之後 來分贓 洗錢集團成立多達11間人頭公司 專門替投資詐騙集團洗錢 一共143名被害人受害 洗錢金額高達1億4千萬元 事後該集團會在手機裡面製造假的虛偽的借貸 對話內容或者是虛擬貨幣的投資對話 藉以規避檢警的一個查器 警方經過長期跟監搜證 確認集團成員住處 去年9月分別在雙北基隆宜蘭等地區查氣嫌犯 一共13人涉案遭居提 除了查扣現金等物證 還有主嫌持有的1000萬虛擬貨幣 在進行之後將一詐欺洗錢防治法 組織犯罪條例送辦 TVB的新聞中文中心最後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